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安卓手机怎么去安装大陆版的检验 安卓手机现在简单多了 怎么做呢 来 Chrome浏览器帮我打开来 你只要在上面这个网址帮我打入检验 然后点击进去 然后你就帮我搜寻出来 一样哦搜寻出来是这种黑底 然后白色剪刀的这个网址帮我点击进去 好进来之后不是马上安装哦 请帮我看一下 我放横的吗 可以放 好可以横的 好 各位是不是看到上面有一个叫做移动端 有没有看到 移动端 你帮我点移动端 点击进去 然后里面的画面 直接按立即下载 但是那个Apple的不完全是这样子 你看现在就出来之后就立即下载 然后他可能会说这档案可能有害啊 因为他不是从Play商店 不是从Play商店的话 你的安卓手机会有这样的提示 那当然我们希望他人要下载 我们就人要下载 然后他就开始下载了 然后等到下载完之后 等一下哦 好下载完之后 他没有自动跳出在哪里 我看一下从上面滑下来 因为如果说他没有自动跳出来安装 你就要有一个东西要去找 来看起来他没有 我已经下载完 下载到哪里去了 你最好要找你的安卓手机里面 有没有类似档案总管 像或者叫档案的那个App 档案总管或档案的App 我看一下我自己有时候这个跑 好你看像我这里我放横的 我横的转不过来 好来 各位看到像我的Pixel 我是Google Pixel手机 它里面有一个叫档案管理的这种图案 但是因为安卓手机 有的是三星的 有的是Sony的 有的是其他的厂商的 每一个厂商 他有没有这个功能弄出来 或者名字是不是叫档案管理 可能都不一样 有的叫档案等等的 类似这个 请你帮我打开来 然后打开来之后 你可以找到其中里面有一个 你看我这个中间 我放横的 有横的它可以转 你请你要帮我找到 它有一个叫下载的 下载的就是你过去所有下载的档案打开来 那你这时候就要找这里面的 哪一个是刚刚 这边有写日期吗 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日期 是刚刚下载的 这个有时候它我觉得它没有做的很好 是因为它有时候没有照顺序排序 2023年 你看它现在这个 我这个检印的 它下载之后 它好像是9月12号 2023年9月12号 的这一个版本 它是它的日期是在2023年9月12号 这个版本 那不是后面有个点APK 有没有就这个 然后这个图案 你请你帮我点下去 然后它就开始 点了它就开始安装 可是装了之后 它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 你的档案管理要安装的 安装这种APK 你要开放权限给它 所以你要按设定 然后把这个功能 允许这个来源的应用程式 你要允许它能够安装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以后 然后这时候就是 你要安装简印吗 你就安装 OK 那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安装 到时候 等于说它到时候就在做安装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我的Pixel手机 不能粘装 但不是所有的Pixel手机 我的是Pixel 7 Pixel 6的可以装 我Pixel 7的装不起来 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 我在拆Pixel 7的手机 它可能是64位元的手机 然后它的软体是32位元的 所以有可能不让它安装 那反而Pixel 6可以安装 我有问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装 他是那个什么 他是手机是Pixel 6的 他可以装 我是Pixel 7的 不能装 OK 很奇怪 他就照我教的方法 他就装成功了 但是我的没有成功 安卓手机是这样子装的 我再讲一次 快速讲一下安卓手机 就是你直接在空浏览器 搜寻简映 然后找到那个官网 找到官网 点击进去 然后进了官网之后 要按它上面的移动端 点了移动端 点击进去 然后再立即下载 立即下载之后 它会存成一个点 ATK的档案 然后下载完之后 你必须用你手机里面 跟档案管理有关系的东西 点开来 然后找到你下载的档案 就是你要 你刚才要点那个下载期 你这个画面 你要点下载期 里面 然后找一下 那个图片 就是简映开头的那个图片 然后这个档案 它的时间是 2023年的9月12号 这个版本 请你点它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可以吗 OK 但是在安装的时候 有时候会给你出现说 你要允许 你看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的投影号 我点了之后 它跑一跑就说 你要安装简映这个程式吗 你就按安装 可是安装的时候 它又会出现一个说 档案总管需要有能够 存取这个档案的权限 因为你要安装这个东西 它觉得不是从Play商店来的 它会要 刚才我的什么消失了 再一次 安装 可是 我刚才已经允许过了 所以它就不会再问 问第二次允许 但是我的你看 弄完之后完全没反应 我的手机当中 完全没有下载任何东西 完全没有安装任何东西 它装不起来 我的手机装不起来 所以安卓的手机是这样装的 好 先请各位是安卓手机的 请装一下 但是我说 万一你的安卓手机装不起来 那真的抱歉 这就没办法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试了几次 我的Pixel 7一直装不起来 但是我帮其他有些人装的 或者是有些人照着我的方法装的 有些人手机就可以装得起来 OK